說今天國旗課 謝市長父親 各位那個桌子從那裡到這裡這麼寬 然後呢 長度 你們教室的兩輩在那邊吃飯 我在想 難怪連在那麼喜歡去中國大陸吃飯 桌子很寬 薩克羅娃 聽說你是臺灣高山主 唱首山歌來聽聽吧 我唱完歌 太陽就肺活兩可 真 真火啊 來來來 音控 喇叭聲 開大聲就 我要唱個 臺灣高山首歌 他就唱阿里山 阿里山的姑娘 美如水 阿里山的桑 唱完畢竟說 我現在是請你臺灣考察 阿里山怎麼沒有美麗的小姑娘 都是歐巴桑 更好笑的第二件事情 各位臺灣同胞 因為那天剛好我接著環永慶故事 環永慶在中國大陸蓋了很多學校 蓋了很多醫院 蓋了一個海長火力發電廠是臺灣的三倍大 廈門才因此開玩笑 空國分發展 然後那天 蘇姬後面講說 各位臺灣同胞 您可知道我們 對咱們中國人最大的貢獻的環永慶 在某某幾年 過世 在開業前 適合提到這個莫倒 就是致哀 比如說中國大陸以來這一套 完畢的時候 吃到一頓 各位臺灣同胞 環永慶對咱們中國人最大的貢獻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很多人就講 蓋醫院 蓋學校 蓋火力發電廠 那告訴各位 環永慶對咱們中國人最大的貢獻 就是將你們臺灣的賣料填土填了三公里 因此 中國大陸跟臺灣的距離縮短了三公里 從一個企業家可以看到我們心連心情同受諸 蠻悶的 你知道嗎 悶到頭開始 然後呢 這個北京的文化部部長 帶我們去這個月網林起 月網林起 這個 他就開始在講故事 夏克魯 我告訴你 是你們臺灣高山主的主原地 蛤 什麼 我再次說一次 這個月網林起 這是你們臺灣高山主的主原地 我心裡在想 此話曾講 他就開始繼續講 隨時都在這樣 隨時都告訴我說我是從大陸來的 他就跟我說 情死 情死亡統一天下 我心裡在講 我的阿公阿嬤沒有給我講過情死亡 情死亡統一天下 劉邦還是劉備 劉邦 劉邦嗎 劉備還是劉邦 劉邦跟向宇 祖心記憶想要將他打下來這樣 因而向宇就先把情死亡打掉 劉邦又想要將向宇打掉 因而結合福建以前 那不叫福建 南方蠻蠻蠻蠻 還沒有叫做夜晚的時候 把他們這個集合 跟劉邦一起又把向宇打掉 因而封 南方的蠻蠻叫做閩月王 那這種中國大陸講話是這樣的 因而封他閩月王 你知道我他的傳統服飾耶 在那邊聽他講咧 閩月王 因而閩月王一直勢力慢慢做大 威脅到劉邦 劉邦因而派大金把他消滅 我跟他講過 消滅 因此有兩個皇室這時候 順勢逃到台灣 我心裡在想 哪兩個皇室的時候他竟然跟我講說 一個叫做百貫主 第二個叫做盧凱族 我終於氣死了 他死就是要這樣子講 我也沒辦法 我心裡在想 為什麼 他就講 聽說你們台灣的高山主 也崇拜著五步蛇 我說什麼是五步蛇 哪個圖片給我看 我說哎喲這是百步蛇嘛 他也要比 我們五步就死 你們百步才死 做不了他們 然後他們叫我們去爬一個高梯 一座山把他挖掉 哇 爬一個梯 八千八百八八梯 上面蓋了一個 中國的那個醫生是誰啊 滑桃 啊 滑桃 對 哇 蓋了一個五層樓滑桃好高啊 叫我們爬上去就只會看那個 五層樓的滑桃 就跟我炫耀說 你看吧 在我們中國大陸 他們下面一來 現在已經開發成這樣 只有派這個滑桃 正在這裡 瘦在這裡 就是能夠改運的意思啦 講講很多啦 他說你看 薩克魯在你們台灣 有沒有這種見識啊 看著也壯過之欺啊 我講完這樣 我的頭腦在想的又不一樣 馬上跟他回答 在台灣怎麼可能這個樣子 他馬上就說 台灣不可怕的山吧 我說不是 在台灣若把這座山這樣子移掉 我告訴你 台灣是個重環保的國家 刺住他的嘴巴 然後李洋老師他們跟余美仁 撒基努 你不要講那麼大聲啊 對啊 哪有把整座山挖掉 還沒有事情的 我還把市挖掉 你還在開墾 在台灣是個環保的國家 不可能隨便把一座山挖成這個樣子 我一講完的時候 我一回到其他 給我一人 我沒有想到 那些人